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众生读者 生稀有心 若不儿者 不取正觉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这是第四十二院 撤到十方院 前面的四十八院 从第十八院到二十七院 都是说他帮众生 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得到的种种利益 那么这个地方 说明的就是见到西方世界 一抱的庄园 道心自知然然的就升起来 所以这个比前面说的更加殊胜 所以四十八院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确确实实厚厚 胜于前前 前一句 说明阿弥陀佛 国土的广大 广大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我们还记得三十九院的念文 我们就明了了 三十九院的念文里面所说的 西方极热世界的形色 光明 民宿 极热的菩萨 都不能完全明了 也没有办法宣说 只能说极热世界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所讲的就是全部 就是全体 前面讲的部分 已经不可思议 何况这里讲的全体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 他确确实实 不可思议 那么极热世界 广大到什么程度呢 愿文里面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广博严静 广就是广大 广就是丰富 严就是庄严 静就是洁静 广博严静 这四个字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美好 西方极热世界 那个环境 一点点的缺陷 都找不出来 它是尽善尽美的 在我们这世界 尽善尽美 是我们所向往的 它是理想中的 但说实在话 其实没有办法 做得到的 不但我们这地球 没有办法 就像佛经里面 所讲的 绿界天 色界天 以及无色界天 里面缺陷 也是很多的 当然 这个庄严的程度 比不上西方极热世界 洁静 两个字 洁静就是指 没有养孤 没有养孤 那么说到这个养孤 现在的养孤 不但是环境 更重要的 心里的养孤 那么用现在话来说 就是我们的精神 现在的精神养孤 思想的养孤 见解的养孤 一般人 常常把它忽略了 我们被这个严重的养孤 但是自己 不能觉察到 外面环境上的养孤 我们是很容易 去察觉的 但是心里的养孤 并不容易来发现 这个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的脸上 肮脏了一样 我们照照镜子 马上我们就知道 脸上肮脏了 那我们就知道 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可是我们心里上的肮脏 我们并不容易来发现 所以不知道要把它洗干净 这是同样的道理 佛跟我们讲 染污的身 染污的广大 染污的严重 如果佛不说出来 我们确确实实是想不到的 现在我们读了佛经 才知道我们的胆污是非常的严重 希望这些世界 那里的终身 无论在心里 或是在环境上 决定是没有难过的 那么佛跟我们说的这些话 我们相信吗 是真的吗 我们又没有去过极乐世界 只是听释迦牟尼佛这样讲而已 当然 我们是相信释迦牟尼佛 他不会打妄女 就像今天我们所讲的 人格保证 佛法里面所讲的 我们是相信 这个圣言量 就是我们相信 圣言人所说的言语 我们知道 释迦牟尼佛他是圣人 他不是凡夫 他教我们不慌 当然他自己 决定也不会欺骗人 我们的信心 就是从这里来建立的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这样的信心 够不够呢 实在讲 不够的了 为什么说不够呢 因为啊 我们今天如果听到其他的说法 还会动心的话 那就证明了 我们的信心是不够的啊 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 假使我们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里面 那这样行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在这单纯的环境里面 并没有听到语言这个正道违背 邪说或者是失误啊 那我们就会一直的信下去啊 假使啊 听到别人还有另外一个讲法 讲的也很有道理啊 那我们的信心啊 就动摇了 就改变主意啊 就舍弃这个恋佛的法门 我们要知道啊 这样的事情啊 自古以来就很多啊 就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 退心了 改修其他的法门啊 这个就是啊 信心不坚固啊 讲到这信心不坚固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 建立起这个信心呢 特别啊 是我们初学啊 必须要有理论做基础啊 这比单单信火要殊胜一些啊 有一些人啊 他善根福德非常的深厚啊 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老实人啊 对于圣人啊 非常的尊敬啊 一点都不怀疑啊 但是一般的凡夫啊 对这些圣人啊 都会打问号啊 都会有仪心啊 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德能啊 都是圆满的 称佛是万德万能啊 只不过是称赞的言语而已啊 未必是真的啊 如果用这种的心态啊 这就是啊 一凡夫心测度啊 圣人境界 但是现在这一种的心态啊 被公认为是符合喝血的精神啊 所以啊 非常的难讲啊 如果啊 有理论支持的话 那就比较啊 容易让人来相信啊 那这个理论是什么呢 大经上里面常常讲啊 心尽则土尽啊 所以啊 这是它最基本的 最值得我们相信的 我们要了解 净土是清净心变现出来的 那么这是什么能的清净心呢 就是啊 我们自己的清净心啊 我们自己的真心变现出来的 我们从这部经 仔细地去观察 仔细地去体会啊 阿弥陀佛 他在阴地里面 修这个清净心啊 我地上成就了清净国土 又接引啊 十方身心清净的众生 这个原则啊 他决定不能变更的了 所以啊 我们晓得啊 极热世界的众生 无论是一报 正报啊 都是清净啊 都是没有揽作的啊 我们才能够信得过啊 所以修净土的人 什么修 什么条件 往生的呢 经上里面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不论你是贤人 不论你是愚人 不论你是老的 少的 不论你是凡夫 或者圣者 只要我们的心清净 就能往生 所以啊 佛告诉我们啊 一念清净 就一念生啊 恋恋清净 就恋恋生啊 经典 说得很清楚啊 礼命中的一念 十念 都能往生啊 那么 那一念 怎么个练法呢 就是清净练了 这一念